現在川普想著說 我這個賭局就一定要贏 這個賭局如果我輸了 搞到最後我官司纏身 還要被關進去 所以真正賭局的翻盤會在哪呢 當然就是賭成了 可是看著賭成的開票 本來差了七千多票 現在差到一萬多票 川普緊張了 因為是川普的票數 越來越跟拜登的差距 越來越拉大了 看起來幹哥 這一盤賭局 川普要輸了嗎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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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你剛剛講的完全沒有錯 現在剩下關鍵四周 哪四周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馬上一目了然 本來啊川普一直在想說 內華達 內華達賭成啊 我就賭這一把 我一定要贏啊 他本來認為這個地方 一定可以穩拿的 十拿九穩的啊 對 但不幸的是 這些賭博業者 沒有在幫他忙 現在到目前為止 拜登已經領先的 一萬一千四百三十八票 這個地方 昨天才七千多耶 現在到一萬一千多了 對 現在是六張選舉人票 看來拜登應該可以穩穩拿下 再來我要講一個非常重要的 什麼地點 Pensylvania 賓州啊 賓西法尼亞州 北京都本來是他的鐵票區 你知道嗎 48小時以前 剛開出來的時候 他竟然川普是大贏七十萬票 聽清楚喔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川普的一個區啊 所以你看到沒有 票子是粉紅色的啊 有可能川普會當選的啊 共和黨票倉嘛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只剩下領先一萬八千票 我可以跟告訴各位 其實三十分鐘之前 怎麼樣 還領先三萬啊 現在又領先 這麼一點點而一樣 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少了 你如果說賓州勝個翻掉的話 可是二十張選舉人票耶 立剛你完全講到重點 二十張啊 兵家必爭啊 現在極其可危 最後一個 喬治亞 喬治亞那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叫做一步一驅了 那個根本就是肉搏戰 本來川普認為可以險勝的區域 難不成現在都危急了呢 連喬治亞都要保不住了 各位注意 我們為什麼要再一再的更新 中天新聞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最新的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的 都是事實 我們不會像綠營的網軍側翼一樣 一面倒的去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那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立剛 好 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知道川普總統本人 這兩天以來被推特警告了多少次 注意聽 這是川普自己的推特帳號 被警告了八次之多 川普不是最愛發推特嗎 對 那為什麼要被警告這麼多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來看川普說 停止對手陣營 你們不要再作弊了 更好笑的 大量秘密被丟棄的選票又出現了 真的有選票被丟棄了嗎 那就好像我們以前 大家我們開個玩笑 以前國民黨時代就說 啊抓到了 不是說很多票都讓你們空白的票 你們自己拿去 然後再投到票鬼裡面去 然後再來一個就說 任何選舉當日過後的投票都不會被計算 他身為總統對於講這種話 實在是一個不適當的行為 好 那我們就來看喔 你要知道 欸 現在假新聞的事實查核中心 大家都知道這是很 在網路上面非常客觀 網傳訊息稱 美國郵政署丟失了賓州 30萬莊選票 賓州法院下令停止計票 到禮拜五之前 法院下令 有沒有這回事 真的假的嗎 沒有 假的 所以他已經告訴你 這是假的 威斯康星州註冊投票的人口 有312萬9千 可是總投票數達到323萬9千 也就是說多了10萬人 欸 又領票出現了 喔 投票率高達了103.5 真的假的 那還得了 更沒那麼多人 怎麼投出這麼多票 對不對 這個也是假的 這也是假新聞 是 網傳圖片的宣稱 威斯康星州開票率 94%到95%的時候 拜登反而突然超前3.5 川普正義說 民主黨沒作弊 我不信 你剛剛這樣聽起來 會不會很像是那個 好像以前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對手正義快輸的時候 就說你作弊 你作弊 你作弊 我要停止 我要幹嘛 我要幹嘛 要想這就是什麼 這完全是一種假消息的行為 是 但這些是假消息 你們現在看的中天新聞 等一下我們會錄影 播出的時候 你就會曉得說 我們中天新聞所播報的 都是事實 都是真相 川普當選有什麼好意外 我特別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我們行政院最喜歡的 叫做網紅焦糖哥哥 他說全世界最懂中共威脅 極無恥的 就除了台灣就是美國 結果你知道嗎 在川普現在已經快要輸的時候 他說無論政治版圖怎麼樣變化 台美關係都不會倒退 對 可是我們沒有貼出來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旦拜登當選的話 會怎麼樣 那台灣可能就要完蛋啦 這麼恐怖 這麼恐怖 美台之間的關係不是堅定而有良好的嗎 對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定要台灣同胞 大家趕快團結起來 來對抗誰你知道嗎 來對抗萬惡的美帝 蛤 本來我們台灣跟美國不是手牽手嗎 那現在只要是拜登當選了 你就變成萬惡的美帝 萬惡的美帝是 金日成在講 金日成是誰 是北韓國父 70年間被美國打得滿頭包的時候 金日成就告訴他的子子孫孫 以及北韓人民說 這個美國是萬惡的美帝 怎麼會出現在 我們現在的這個什麼 台灣的網頁上 我也覺得很納悶 好不好 還有一個 他自己就講 我就是1450 我是方醫師 你們這樣嘲笑川普 然後又分享CNN的假新聞 注意力假新聞 還好一切有我們這些1450 他現在看到川普快輸了 他就說 哎呀 這是美國人的家務事長 跟我們沒有很大的關係 好 各位觀眾 大家就想到說 很高興你們今天到現場來 聽到我這樣子講的話 你就會失道了 只有充電新聞 才會報導事實與真相 如果要把這個電視台關掉 你們就永遠再也聽不到事實了 對不對 看到今天早上 這麼多人到了這個AIT的網站 去抗議了 但星澤 你是民進黨的黨員 我倒非常好奇的一個問題 民進黨非常的挺川普 但現在這時候看到 今天晚上 可能整個就會有翻盤的可能性 即將要出現 但為什麼綠營的車椅 這麼的崩潰啊 民進黨我想小英總統還是說 現在看到拜登領先這麼多 大家的說法都是說 我們沒有押寶 我們沒有支持任何一方 但是我個人 在這個台上之前一分鐘 我是支持川普的 原因是因為我甚至跟他差兩天啊 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看到 現在民進黨為什麼要緊張 大家都有看到 其實民進黨每一次 好像押寶都押寶錯 四年前我記得 很多人去參訪希拉蕊的選戰 都是民進黨的一些長官 那這一次我們很多人感覺好 那個時候都不理川普 感覺現在好像要押寶川普 但實際上有沒有押寶川普 我想蔡英文總統也說 我們沒有對任何一方押寶 那昨天呢我是桃園來了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雖然是民進黨黨員 我雖然永遠都不支持中天的政治立場 但是我為了言論自由 所以我今天站在這邊來跟大家站在一起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喔 我還是很支持蔡英文 我還是很愛民進黨 但是我反對行政院來違反言論自由 來違反中天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好了 大家一直在講說 川普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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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大家 我們看到電視 在選舉前 美國每一個新聞台都在罵川普 那請問一下 我們崇拜的民主國家美國 他有沒有把任何一間新聞台 在罵川普的新聞台 把它關掉 所以說 台灣要學美國 就要學全方位 我們要包容不一樣的聲音 我自己是民進黨 我講真的從小到大 我看到中天的新聞的政治立場 我從小到大以我爸媽灌輸給我的觀念 跟我自己成長 為我的政治理念 我看到中天我其實會很生氣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言論自由非常的重要 我的爸爸媽媽過去就是為了民主自由 而犧牲了 犧牲了很多他們的青春 包含我到我這一代也是一樣 我也是經歷了很多 參加了很多很多民主改革的運動 我覺得言論自由一定要捍衛 不能因為不一樣的聲音 我們就不守護 那我想剛剛講到最後了 民進黨為什麼現在要緊張 民進黨其實不是要緊張 民進黨現在已經改變說法了 他說我們兩邊都不得罪 因為明天的美國總統到底會是誰 我想我們沒有人會知道 而且大家都講 我問大家 如果明天的票數 拜登有可能真的會過270票嗎 剛剛很多人都有提到 我覺得美國大選怎麼樣 我們不在乎 我們在乎的是 萊豬要不要來台灣 我們台灣可不可以搞萊豬拒絕掉 如果拜登當選 川普當選 請你聽一下台灣人的聲音 你要不要吃萊豬 不要 你要不要吃萊豬 不要 你支撐 我 我 其實 我 谢谢大家